大馬路上計程車問蔣和機車騎士 邊吵邊停在路中央 兩人越吵越激烈 問蔣更是氣到下車理論 不斷閉手畫腳 甚至還肉身擋車阻擋騎士離開 更出手攻擊對方 騎士忍無可忍回擊 雙方扭打成一團 從中線一路甩腳到路邊 其他民眾路過急忙上前勸架 起來 起碼來了 問蔣氣壞了 用全身力量將騎士壓在地上 兩人僵持不下 任憑路人 怎麼拉都無法將他們分開 騎士的上衣還差點被扯掉 大年初二一大早 就有人在路上打架 附近居民也探頭張望 究竟發生什麼事 好像好像聲音聽不到的汽車 一根臉那樣 有一點距離 我們那邊看不到 我好像有 叫最後的車來 當時雙方在大街扭打 讓路過車輛都急忙閃避 其中還有一名騎士 竟將機車停在對街 就拿起手機錄影 似乎還想錄得更清楚 不但朝路中央移動 這時一輛計程車開過來 驚險閃避 2號上午7點多 永和區中和路上 審訊計程車駕駛和靈性騎士 因為行車問題引發口角衝突 進而演變成當街互毆 雖然雙方後續不追究也不提高 但是將車停在馬路上自顧自開打 已經危害其他用路人的安全 恐怕也將被依法開罰 記者謝宏如蔡山新北採訪報導 動作詞